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兵丁用荆棘鞭做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 又挨近他说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耶稣出来 戴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比拉多对他们说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喊着说 比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比拉多听见这话 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 耶稣却不回答 比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 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定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 从此 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反以自己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比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话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 约有五正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他们喊着说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定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于是 比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去定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西伯来话叫各各他 他们就在那里 定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定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比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拿萨勒人 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 念着名号 因为耶稣背定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是用西伯来 罗马 罗马 希腊 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 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王 比拉多说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冰钉既然将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礼仪 这件礼仪 原来没有缝 是上下一片支撑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粘究 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粘究 冰钉果然做了这事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 与他母亲的姊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 玛利亚 和摩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 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 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渴了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绒 沾满了醋 绑在牛西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 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 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失守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 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 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由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世的那人就做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这些事以后 有亚玛利太人约瑟 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 就暗暗地做门徒 他来求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比拉多允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哥迪姆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木药和沉香 约有一百斤前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 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进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